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的是 师大夜市里面的老牌鱿鱼羹 店面只有14瓶左右 但是客人就算再挤再累 排队20分钟也甘愿 就是为了一碗高雄美农 传统口味的正牌鱿鱿鱿 限制来随口都能哼出 客家传统歌谣的老板娘李戴蒂 不仅拥有好歌喉 她手中着一小团一小团灰灰的玩意儿 就是让人排队也要吃的秘密法宝 动物来的时候都没有位置 所以就只能外带 就是里面都做满了 然后虽然外面很热 不过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还是再辛苦都要在外面吃 其实每次来都几乎是要共作 然后因为像有时候 因为他们位置比较没有这么多 可是其实很好吃 所以会还是会再来 那就算坐外面也会觉得值得这样子 让人就算五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 或者边吃边擦汗 得排队等上20分钟 再累都要吃的 就是这碗传统客家鱿鱿鱿鱿 别小看这灰灰的鱿鱿鱿 颜色不讨喜 它可是传承了将近一夹子的美味 严选来自阿根廷的鱿鱼 香气十足又有弹性 不过鱿鱿鱿得先去皮 才能去掉腥味 最重要的是骨头得小心剔除 这是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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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把那魚漿的腥味把它蓋起來 把它去掉 因為我們那個烤肉過的比較黑 對不對 黑黑的加的太多的話 蓋過我們的魚漿的話 黑黑的不能看 而機器攪拌的速度也有佩服 半速是要打出根的彈性 筷則是要讓餡料攪拌均勻 最後才加入魷魚 不過要讓根的彈性更好 得禁止一個晚上 喬老闆娘隨手一捏 每個魚漿裡都有一個魷魚 儘管形狀不太一樣 但每一個都有三指長 我們做這個就是 做這個撩拌就是三尺的長度 因為三尺的長度的話 剛剛好一個吃下 那個嘴巴吃下去才會 不會說太大也不會太小 讓一個客人有種感覺 口感很好 太大吃起來咬起來不方便 魷魚每天可以賣上 100斤左右的魷魚羹 兩夫妻得常常握在廚房裡 趕進度一忙就是好幾個小時 有時候他他在做打托車的 就唱三歌 他三歌很會唱 煮熟的魷魚羹 還得用電風扇吹涼增加彈性 你的麵來了 小心喔很燙喔 這碗道地客家口味的魷魚羹 魷魚Q彈有嚼勁 湯頭帶有濃郁柴魚蝦 混著九層塔的香氣 讓人一口接著一口 覺得很Q還蠻紮實的 因為我有看過北培自己做的 他們都是手工自己做的 對啊所以其實真的很好吃 有媽媽的味道 客家人的味道 傳統的味道 如果喜歡吃爽脆口感的 還有這一個生魷魚羹 精選韓國的魷魚尾部 厚度比較厚 得浸泡12個小時 泡過的魷魚身體整個膨脹 比還沒泡過的厚度多了五倍 最重要是韓國的 韓國的魷魚那個肉 泡起來比較厚 口感也比較好 比較脆 輸出性的問題來說 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韓國當場都沒有辦法出國 而且我們台灣也是演得很嚴 很嚴 對不對 不可能給它進口進來 所以這一點可以放心的使用 生魷魚羹淋上烏醋增加風味 魷魚一入口仿佛還在嘴裡挑藥 很Q 感覺得出來是一整片魷魚 先切下來的 外面有一些就是他們弄得太脆 然後反而覺得沒有那麼新鮮 然後這一家的話我覺得就是 就是那個口感是屬於就是蠻新鮮 而早期農業社會最常吃的豬油拌飯 也成了店裡的招牌 淋上店家特調醬料 米飯Q軟 搭配香菜一起吃清爽不油膩 當初兩夫妻接手父親的小麵攤 儘管店面換了卻一樣沒有華麗裝潢 有的是一份來自父親的愛 剛開始也是很辛苦 結果我們兩個夫妻 結果什麼都記不起來 然後賺錢 那個賺錢也不會 就慢慢寫慢慢寫 寫到就是做到現在就這樣子 就像是小小一個店 爸爸給我們的溫溫奶 爸爸給我們的手藝 真的我來會感謝爸爸 老闆娘把對爸爸的愛放進食材裡 用心還有一份執著 把這個飄香一夾子的好味道 繼續下一個60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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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